我们国家绝对是没有钱 刚刚韩币已经特别提到了 什么叫做操征 操征就不等于盈余 这点概念我们现在先搞清楚 而且操征就是比你所预估所编的值 还要再高出来 可是不代表国家就是赚钱 我们从过去到现在 我们国家目前为止所背负的债务 将近达到5.3兆 这个是从长期以来的 所以我们来看看蔡总统这样的政策 到底合不合理 首先她特别提到说 这两年经济大好 对不起我们国家已经操征非常久了 请你不要忽略了 102 103 104 105 马政府时代 那个时候就是已经操征了 可是操征当有很多民间的声音说 我们应该还税愚民的时候 那时候的财政部是怎么说的 他说我们要先还债 各位听清楚了 我们要先还债 因为我们已经债务欠的非常多了 那你不要看今年 今年我们的税出加减掉税入 横横减减的 我们基本上就已经是负在93亿 那你更不要说我们法定要摊提的780多亿 所以加减当中呢 其实一年当中就是一千 刚刚秀林所提到的将近1000亿左右 你这不还包括了前瞻里面的 我们关注我们的治水 还有地区的预算 也都超过1000亿以上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欠的债 所以呢你要知道从过去到现在 我们平均下来我们一个人 目前为止都还背负的将近23万的债务 所以有这么多债的状况之下面 我们怎么可能有钱 省了这些400多亿的超征的钱 怎么可能就这样给他花掉了呢 如果政府这么多钱的话 那年金改革的时候 你不断不断在叫穷吗 我们在做到很多事情的时候 政府不是说我们没有钱了吗 所以这些钱到底是怎么来用 我再次的强调 从马政府时代我们就有超征 只是那时候考量全国的整个的税务 还有我们的债务的这样的平摊平 所以我们从来没有人说要把这些税 变成现金发放给所谓 3万以下的这些的人民